他说缴多少我就缴多少 也不是缴很多税 所以基本上没有特别 花很多时间去注意 税单来了多数民众就像这样 写多少缴多少 但台中市地方税务局发现 高达两万四千多户民众 明明是用自住宅的千分之二税率 却还在采用一般用地 一来一往税金就多缴四倍以上 反观台北则是多缴不退 少缴就要罚款 科正猛于虎嘛 去年科了两百二十亿的地价税 今年暴征七十亿变两百九十亿 就是科文哲死要钱嘛 那什么事情福利都三 那科的税都增加 议员通批北市府抢钱 因为以年缴四千元地价税计算 应该用自用宅税率的民众 生日年就等于白白多缴五万元 住家只有一户的 可能没有申请自用住宅的 那我们也用寄辅导案的方式给他 我们辅导一万多件 两千多件回来 新北台中只有温馨提醒 相较之下宜兰县府显得格外霸气 县长临从前宣布 将不合理的低价税重新评议 年底前甚至主动退税 不过民众想换优惠税率 还得赶在死线之前 学者也批太没谈性 能够让你说我申请如果退回 这是最好的 只是地方政府通常就不愿意 因为击毙承袭 修法一来就是缓不济节 二来可能我们这样整个制度改变 也对我们整个持有税 也是不一定是适合 多角不退少缴罚钱 想要勘紧荷包 民众只能自己多加注意 东森财经新闻 江明星社会台湾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